我的蒸汽机 我要启动它 首先要加水 加满水 把这个关上 把这个打开 往水往锅里锅泼水 等一下放几次 这样就可以看到锅鲁里的水位 动到一半就可以启动了 没了 还得往里加水 好了 动好了关上 这有自动的 自动就上水了 不用开开的不用管 首先 要把这个架上盯完起 打开 打开 关锅 比较安全 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了 火就有自动调火 调气的 气压 这样的话是自动的 气就自动燃烧 锅炉的气氛就减少 还不够 喇叭 我连看别的地方都比较顺畅 在没有启动之前 要把所有的关节处点油 蒸汽油的水来加上油 所有的油煮都要加上油 所有的关节处 这些都不用了 再加上油 起到顺畅 嗯 压力达上了 火自动关小 先进吧 这是先进 松气 一松气压力减少 火自动升 火就加了 好 好 看看 这是 开 这块退路看是多大 好 好 这边蒸汽碎水 水纯 盖上点 别帮我哪里的水 我按一下 好了